哈囉 歡迎回到我們的完美女人 最近Claudia有一點疲勞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越來越多 不要這麼近啦 你知道呢 女人總是要求完美 所以今天我們完美女人呢 來到的是哪裡呢 就是土城的絕斧路一段 非常非常精華的地段囉 為什麼要來到這裡呢 因為這裡有一家非常知名的 以中醫為體系的養生會館囉 所以馬上我們話不多說 就往裡面走囉 你看 忙碌的你想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嗎 想 拜託 我很需要 所以馬上我們事不宜遲往裡面走囉 嗨 光臨 天哪 是VIP的享受耶 怎麼我們的店長這麼漂亮 趕快take一下好不好 哇塞 你看 腿是腿耶 對啊 店長 說到你漂亮之外呢 重要的又來了 你看 你這麼漂亮 但是你看我的娛樂文這麼多 我們的攝影師很喜歡往前面走有沒有 所以今天我要來找你救命一下囉 那請幫我推薦一下 我們的薰衣潮的養生會館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課程 今天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今天可以體驗一下我們的 經濟五行的課程 哦 經濟五行耶 聽起來就好厲害哦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體驗一下囉 好的 我們完美女人呢 現在呢 跟著我們薰衣潮養生會館的美麗店長 來到的是哪裡呢 是我們的養生部 哇 好漂亮 而且有一種身心靈平衡的感覺 哇 師傅 你好 你好 是指壓師医達 哦 指壓師医達 那趕快先拜個碼頭 因為等一下是我們這位師傅為我來做指壓 是是是趕快拜碼頭 那當然呢 在我們要指壓之前呢 師傅您先坐 您先坐 因為呢 我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美女 有沒有 我可以訪問她嗎 可以嗎 因為她剛打呼了 我聽到了 呵呵 我要把她吵起來 這位美女 你好 那我聽到美女 趕快醒 哦 趕快醒是不是 啊 舒服沒有 太舒服了 畢竟 真的很舒服 好 我不打擾妳 因為呢 我要問一下我們師傅 到底現在在幫她按摩的訊號的地方囉 師傅 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這是國雄老師 喔 國雄老師啊 請問一下你怎麼幫她按摩到她可以講話畢竟呢 壓力太重 壓力太重是不是 舒解她的經絡 喔 舒解經絡 我知道 因為在清朝的時候 其實呢 就有推拿了 而且還分兩種 對不對 一種是民間的傳統手法 聽說非常的痛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在這邊 是宮廷貴人才可以享受到的 對 對 對 所以 黃帝在解壓力的 喔 黃帝耶 黃帝經絡的 哇賽 黃帝耶 可以用到這樣子 所以呢 你是皇后就對了嗎 我現在是皇后 喔 真的 所以呢 這樣子就可以按摩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我沒有聽到她任何的就是 慘叫聲 所以我相信等一下 Claudia也可以享受到囉 所以完美女人現在要帶著Claudia 來享受一下宮廷式的抒壓方法囉 哈囉 Claudia已經換好衣服了 好 接下來就是要在我們薰衣草的養生會館 體驗我們的全身穴位的折壓囉 當然了 最近有點疲勞 所以呢 我就要問一下 易導老師請問一下 我呢 最近有點疲勞 到底呢 我等一下呢 可不可以讓我的疲勞消除呢 OK OK 那請問你哪裡特別不舒服嗎 哪裡特別不舒服啊 全部都不舒服 那這樣子我們先從頭部開始 再見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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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看Claudia现在有没有神清气爽呢 因为都非常谢谢我们的易大师傅 谢谢 是的完美女人的Claudia呢 现在要来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 其实啊我们常常都要穿着高跟鞋 站很久 所以我们看到这双腿很重要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来到薰薰草养生会馆 当然就是要来做逐步的指押咯 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位 是我们的燕柱师傅你好 是的燕柱师傅 我想请问啊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脚很重要 今天不晓得我们的燕柱师傅 可不可以为我的脚呢 放松一下压力呢 为你长久站 久站的当中会造成 局部循环的不良 所以今天做逐步调理的话 就是估计 你整个下半身循环的肌肉放松 跟增加你的带性 能够让你的双腿得到 相当的平衡 哇 你看我的脚也可以平衡 就是代表呢 下次呢 摄影师看到我就可以拍我的脚了 好不好 好 现在不要拍了 好 马上我们就要来做逐步的指压咯 希望我会该该叫 我常乱说 然后把脚ур道冰�ו 怎样 Font 学习 naval 打 闔 غ 好的 現在的Claudia呢 逐步的紙壓呢 已經到了尾聲了 有沒有發現Claudia的腿有閃閃動人的 當然了 這次呢 非常謝謝我們的師傅 哇 謝謝 好的 萬美女人的Claudia 現在呢 一點都不想錄影了 因為呢 好舒服喔 緊接著下來呢 有看到我躺在這邊嗎 不 是趴在這邊 因為呢 Claudia的美被露出來了 當然呢 我們接著要做什麼呢 就是呢 有沒有看到我旁邊這位很漂亮的美老師 嗨 美老師妳好 是的 緊接著下來 請問一下我們要做的療程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課程 這是五行的課程 好的 現在呢 我們的美老師要幫我放上去了 呦 溫溫熱熱的 呦 美容師請問這是什麼呢 呦 這是來自喜馬拉雅山上的玫瑰岩 呦 玫瑰岩 感覺好像是一顆蛋耶 是啊 而且它在那邊滾來滾去的 呦 因為它是來自喜馬拉雅山上的一種古代眼 它本身呢 含有八十幾種的礦物質 因為這個課程呢 我們要先透過一個休息的方式 那妳從五瓶的五行精油裡面呢 挑出一瓶妳最喜歡的 我覺得這種深層的就是 雲油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樣 哇 老師妳這樣子 動作好舒服喔 可是我發現 老師妳現在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檜木的筷子 喔 是檜木的筷子喔 不是一般的筷子好不好 而且呢 老師的手法呢 配上這檜木的筷子 整個就是天衣無縫耶 而且好舒服喔 老師像這樣子啊 我們這樣子在做的整個同時 我的腰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就會幫助妳的腰線更明顯啊 好的 完美女人現在 可好地要來到哪裡就是熏育囉 不要在那邊偷偷想說 我有沒有穿衣服 這件事也不會告訴妳的好不好 好啦 我們剛剛呢 有進來的時候 然後老師特別跟我講了說 我們的熏育很不一樣喔 老師 我們的熏育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這個熏育呢 是採用了我們高山的山泉水 然後裡面呢 還放了我們的熏育草精油 對 所以妳在熏育的同時 就可以讓妳非常有放鬆 鎮定舒緩的效果喔 老師 我剛剛啊 您說了有高山泉水還有熏育草精油 可是我剛剛這樣蒸的同時 我聞到了一種就是木頭的香味 是哪裡來的呢 因為我們這個材質呢 是採用了檜木的材質 喔 檜木的材質耶 所以這很不一樣喔 還有呢 如果說妳來到這邊在蒸的同時 妳沒有很累的話 告訴妳還有什麼東西呢 嗯 就是有電視耶 是液晶的喔 所以呢 不要再嘗我了 我要睡覺了 因為好舒服喔 謝謝老師 那我要先休息囉 有看到嗎 現在是要做竹針喔 而且是什麼呢 草本竹針呢 馬上來問一下老師說 等一下我們到底要做哪一些不同的步驟囉 我們這個竹針它腳底有循環 要刺激腳底循環 像我們現在冬天啊 秋天啊 做換季的時候最適合 因為我們腳底有很多很多的穴位 所以要讓它刺激循環 然後整個身體代謝這樣子 好的 我們完美女人呢 現在呢 看到另外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朋友呢 正在做不同的療程 當然在我身邊這位呢 是非常漂亮的雅蕙老師 哇 是我們雅蕙老師好腼腆喔 沒關係 因為老師呢 在專業領域上非常的出色 所以呢 馬上看一下老師到底要做什麼樣的療程 在我們這位美女身上囉 看它的眼睛這邊呢 黑眼圈的地方還有細紋 它明顯淡化許多 然後像臉頰兩邊兩側這裡 那這邊就是整個往上提 那像法令紋這邊 它就比較深 這邊比較淺 好的我們完美女人 剛剛在我們的薰衣草養生會館呢 體驗了這麼多的不同的療程之後 有沒有覺得很心動呢 當然相信你有一些問題 想要詢問我們的店長囉 那店長我們知道 其實薰衣草養生會館 跟一般的養生會館 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聽說它的背景就很不一樣了 可以請店長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們背景其實是以中醫起家的 然後我們薰衣草是隸屬於 我們健全中醫醫療體系 所以隸屬於中醫醫療體系 所以你走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有一種 中醫的養生的感覺了 而且重點還有什麼 有沒有看到這一杯茶 這個店長就要好好介紹一下 它非常非常的好喝 而且它是天然的囉 店長請問一下 這杯茶是哪裡來的呢 是我們中醫師特調的 中醫師特調的耶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我說 已經做完了所有的療程之後 我可以坐在這邊然後喝一杯 就是這樣的養生茶 為什麼我們要取名叫薰衣草養生會館呢 因為我們是採用純天然的草本植物 加上我們的薰衣都是以高山泉水 然後再來就是薰衣草本 就是我們會館的精神 當然還有重要的是大家一定想說 我今天要去養生會館 我為什麼偏偏一定要來到土城 雪府路上的薰衣草養生會館囉 這就是有它的特色存在囉 店長請問一下我們的薰衣草的 SPA養生會館它的特色在哪裡呢 我們特色就是有200多瓶的寬敞空間 還有我們專屬的情侶夫妻的空間 所以這意思是說今天如果我跟男朋友 跟女朋友來到這邊 或者是夫妻檔來到這邊 我們就不需要再分開了 而且如果說你是男生 自己一個人來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這裡是正當的好不好 是正派的經營好不好 因為我們希望大家呢 現代人大概壓力太大了 也希望大家怎麼樣走進養生會館 開開心心的出去對不對 所以除了有情侶的空間之外 還有男生的空間 女生的空間 這些都是分開獨立的囉 哇真的是太貼心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紓壓 如果你想要放鬆 如果你想要養生 一定要到我們的 薰衣草SPA養生會館 沒錯就是薰衣草SPA養生會館囉 所以趕快來囉 我們等你喔